2.2更新了 5个步骤带你玩转贺关岛 第一个首先飞来这个神鹰大树底下 先把这个存了一个多月的雷之印给贡献了 终于升到了40级 之前一留下来的2.0就有的一个仙灵 终于可以进这个雷种子了 需要12等级 之前开了2.0是进不去的 2.1还是进不去 现在2.2终于可以进去了 然后跟着雷灵走到中间这个地方 之前是已经把另外两个仙灵给赶过去了 现在第三个仙灵过去之后 中间这个就可以接雷种子 往上边飞了 上边有一个雷神铜 等了好久终于拿到了 第二步是每日主线雾海季行 这个是分好几天进行的 现在进行到第二天 第一天是供奉4棵树 每棵树你先去摸它 然后它会飞出3个羽毛 3个羽毛有的你赶过去直接就可以剪了 有的你需要跟着羽毛跑好远的距离 才可以把它剪回来 第一个比较简单 第一个是在以进来赫关岛之后的主线 就可以看到这棵供奉的大树 第二个是在牵来神刺这边 这边稍微麻烦一点 先绕一圈先把这个给拿了 有一个是在下方 拿完之后需要打一个怪 然后把底下的这个拿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下去就可以剪剪了 之后照这个墙边爬上来 然后再回来这个树边 跟着这个元素视野 走过来之后用传送门跟着跑 中途还可以吃一个雷神铜 也是自动的 过来之后注意点 别让它给你传回去了 然后接着跟着走 打完这个怪回这个树底下 在棋树下边 触碰完之后来到第三棵 在植笔山 地图的左上方 从这个大门口进 记得一定要把仙灵先赶进去 因为先需要把三个仙灵凑齐了之后 把下方的水位给降低 才可以下去剪那个羽毛 对话完了之后 转身就看到这边有三个位置的仙灵的柱子了 第二个仙灵是在这棵树干上就在旁边 跟着它赶过来 然后第三个仙灵需要往下边跳一点 但注意不要直接跳到水里边 跳到水里边比较难爬起来 然后可以利用这个雷种子飞过去 飞过去跟着这个仙灵走回来 就可以回到柱子那边 然后下边的水位就解了 解完之后你才可以去触摸这个七树 这也是贺关的一个新的玩法吧 不仅有七树的玩法 后边还有用新的类似于留念镜一样的照那个狸猫 下来之后这个剧场这个要走好久 第一个是可以剪了 后边两个是要跟着它跑 里边这个解谜比较长 需要耐心一些 中间还会要打很多新的怪物 这边有个计电石解谜 先得解计电石 打完之后去箭头纸的这个地方把计电石给拿了 拿回来回到刚才的门口这边 把计电石给连上 然后再往后边走把这块计电石拿了不影响他们的连接 这边地下这个实质的这个线路其实是传导电的 这个地方左侧多放了一块得把它给拿掉 要不他会阻断地下的线路连通 拿掉之后直接这边就解开了就可以打开这个门 进去继续追击 这一个先进来打完之后先剪一个 然后在这个地方赶进去 那个羽毛还会往门里飞 所以还需要进行一道解谜 这道解谜同样是先赶三个仙灵 三个仙灵的位置还相对比较好找 就是要稍微爬一爬 第三个仙灵是在一块石堆里边 我们把第二个仙灵赶过去之后 往这个圆形的建筑旁边就可以看到了 三个仙灵赶完后就可以把水位降低了 同样底下是有积电石 下去先在圆形的这个圆顶建筑旁边拿第一个积电石 下来之后想办法把这个电路连通 现在连通了这一个 我们在旁边捡第二个积电石上来 发现这个地方已经可以连起来了 然后再下去把这块最后第三块积电石拿了之后 观察这个线路方向先爬上来 然后往左边这边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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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天的任务 第三第四天后边我会再发视频 第三步是登上鹤关岛最高峰 登山的起点是这个霍斯滩 进这个山洞之后 利用雷种子往上传 如果你是直接自己爬的话 会很慢很慢 因为这里边有三四个雷种子 恰好飞上去之后 借助雷种子能快速的到达山顶 同时在半山腰还有一个解谜的石块 可以做 快到山顶的地方 还有雷神通可以拿 我们先按这个顺序飞上去 然后沿着边缘爬 就可以爬到最高处了 最高处有一个 有可以做几件事儿吧 第一个是可以不用打拿一个箱子 这个还是比较爽 在这个草丛里 走过来也行 你把草清了之后 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二步是可以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 就稍微往下走一点 有个雷神通 拿完雷神通再往下走 在半山腰的地方有四块石块 第四块是在这个石头里 先把石头给打爆 然后还得等钟离的那个柱子 先观察它每一个击打之后 回来打这一个 打到三个亮点出现 这边击打一次 过来看一下变化的顺序 再击打 让它变成三个亮点 然后再打这个位置 打两下调到亮两个点 好 然后再回来击打一下 这个就可以解了 第四件是到山顶做挑战 顺势下山 这个可以装最新获取的 这个道具飞起来会特别爽 飞到这个地方 拿完之后用雷种子弹过去 这样会方便一些 下来之后 同样这个地方拿掉这个之后也是用雷种子飞过去的 直接飞的高度是不够 检查一下上方是没有漏的 这是最后三个 拿完就可以拿箱子了 这边最高峰这个 尖民山就探索基本完了 第四步是点亮雾海里的雷石 在彭越之野的传送点左下方有个雾海是贺关星的一个特色的环境 我们看屏幕四周变白有点像在无响人霞间进入那个 雷水区持续受到伤害的一个状态 需要点亮雷石来躲避如果不小心没有在及时的造雷石旁边就会变成这样传送回这个传送点 进来之后有三个雷神铜可以拿 第一个左边的一个石台上有一个遗迹守卫 这个地方他目前还没有解锁 第二天的时候过来他就自己会动了 靠近旁边他就打你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神铜是在这个地方 地图小地图上也可以看到两个挨得比较近 这边有一个现实挑战 先爬上去拿到这个神铜 然后可以下来再把现实挑战顺路给做了 这个雾海全白的时候还能大概坚挺三秒左右 如果三秒再不找个雷石的话 就会被传送回最初的那个起点了 第三个是先拿雷种子 因为有一个罩子罩子 就顺着拿的雷种子的方向跳下来就可以拿到了 第五步是开船解锁北边的群岛小秘境 在左上方点浪传 然后沉船直接开过去 这是第一天主要的内容 在剪视频的时候 恰好第二天更新了 我就把第二天的主线给做了 然后第二天需要拿这个羽毛去照整个岛上不同的雷鸟的雕像 然后我统一整合到后边一个视频 以及各处的一些小解谜 我再下个视频整合起来做 这个新开的这个主线任务是每天做的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还每天可以拿一些原石 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